大家看看我的书俱来多漂亮 但今天我不是介绍它 我要介绍千层幽灵水晶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钟仔 追踪通知我每天会准时十二点钟和你见面 今天跟大家讲讲千层蛋糕 不是应该是千层水晶 千层蛋糕大家都吃得多 一层一层搭着上 吃起来很美味 但千层幽灵都是这样的 它里面内含物在白色的晶体里面 有一些层次感 像象征我们叫步步高升 里面的内含物是间隔排列的一层一层一层 这些好像日本的糖果那样很漂亮很有趣的 千层彩幽灵有多种颜色的幽灵水晶 彩幽灵里面一般我们叫有红色 绿色黄色白色灰色甚至乎有黑色这几种色 同时彩幽灵的功效也是回集不同颜色幽灵的功效 我介绍给大家 陆幽灵的功效就是做正财 如果经常接触陆幽灵 亦都可以增加个人的事业运和正财运 陆幽灵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还可以带来很好的运气 如果亦都可以帮助好朋友 得到贵人的帮助 令自己的事业更加容易达到这个发展的机会 亦都可以令别人得到认可提升自己升职的机会 好了 讲一下里面的红幽灵 红幽灵对人体的身体非常之有大的好处 亦都可以改善女性的苦科疾病 如果经常感冒的朋友 或者头痛、肚子痛 这些小毛病亦都可以改善 亦都不单止病 人际关系亦都可以加强好些 亦都增强包容、体讯、温馨的本性特质 所以红幽灵可以帮助舒缓人的疲劳 它可以放松你的情绪 是不是很多的好处呢 我讲一下八幽灵 八幽灵有一项很特别的功能 它可以帮助静化过云的 我们叫做内在一些不好的气场 简单说可以清洗潜意识里面不好的记忆 到了黄幽灵 黄幽灵作用不单止招财 我经常说黄水晶是可以增强偏才的运 不单止 它对人的心理也有很大的疗效 可以改善过于理性、冷静思考模式 令人更加有人性慈悲的心 增加包容心和同理心 到了灰幽灵 灰幽灵对应海底论 可以增加男性性能力 如果你经常带它 可以帮助吸收身上的负能量 增加个人气场、改善运气 也可以帮助经常发白日梦记人 可以平衡精神过敏 到了黑幽灵 黑幽灵是很强的能量 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痴 党灾 也可以治疗有瘀酒 喜欢吃烟、有药癮 各种人症 也可以治疗忧屈症和精神分裂症 对于经常很晚回家 可以有很好的帮助 可以有阻挡不好的东西干扰你 也可以避免灵异的事件 真是包罗万有 大家记得有机会上来我工作室看看 用水晶灵带问事 很多人都知道 但你又知不知如何用水晶灵带 转化能量提升运程呢 我五月份就会举行水晶灵带课程 到时我就会教导你 点击下面连结就可以报名了